我們請黃委員國昌質詢 巡答時間為30分鐘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謝謝院長 馬安 游慶 林院長 林院長 黃委員好 院長您好 辛苦了 謝謝 折騰了上個 這個禮拜折騰完了 今天 終於順利完成了施政方針的報告 我想一開始 但是 由於在我們目前國家所面臨的困境 蔡總統 跟您在施政方針當中所提出來的 這個國家 如果要有未來 我們就必須一定要讓我們的年輕人有未來 這個理念我非常認同 所以在今天總質詢的第一部分 我先邀請院長 跟我一起感受一下 臺灣年輕人的科技力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來討論三個 讓年輕人有未來非常重要的主題 包括了世代正義 居住正義 還有勞工潛意的問題 所以先請院長 我可以允許我坐下來試這個東西 坐下來試這個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院長這樣OK嗎 可以 好 請您先按第一下 OK 我想第一個問題 院長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年輕人 被非常重的箱子 壓得喘不過起來 抱歉我現在操作有點困難 好 看到了 看到了對不對 對 我想這個就是您在施政報告當中 所揭示的世代正義 有關於年金改革 所得替代率的問題 台灣年金改革 特別是在軍公教的這一塊 所得替代率高達九成以上 這簡直是讓人難以想像 林子蔡總統他在他的五大社會安定計畫當中 其中有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打造一個永續的年金制度 讓我們這一代所造成的負擔 千萬不要把這個爛攤子 丟給我們下一代來處理 我想要請院長能夠具體的跟大家承諾說 我們目前有關於在年金改革 當然我知道你們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但是有一個基本的原則跟方向必須要先確認 就是讓軍公教的所得替代率 朝向OECD會員國的水準最少要往百分之七十邁進 如果能夠進一步邁進百分之六十的話 更能夠符合你們所揭示出來的理想 打造公平長久的年金體系 院長您如果贊成的話 是不是可以請您再按一下 好 我已經按了 好 第二個 牽涉到有關於的是居住正義的問題 在五大社會安定計畫當中 也曾經提出來 希望能夠打造二十萬戶的社會住宅 然後讓我們的年輕人能夠有可以負擔的房子 朝子豬不買這樣的方向賣進 但是我相信院長您應該知道 我們的副總統 陳建仁副總統 在去年副總統辯論會的時候 曾經提出來 台灣所得房價比已經高達十三倍了 跟OECD國家五到八倍的距離 距離非常非常的遙遠 那我們就更不用講 台北市的房子是讓年輕人高不可攀 因此在居住正義的這個主題上面 是不是可以請院長承諾 除了要打造二十萬戶的社會住宅之外 就有關於房價所得比的比例 也朝向OECD國家的標準 我們盡努力的把它降低好不好 好的 請院長再按一下 你有看到有一個年輕人被十三倍的房價所得比壓得喘不過氣來嗎 有 請您再按一下 我們藉由政府的輔助 讓這個年輕人可以站起來 把房價所得比往五到八倍的方向賣進 健全不動產的買賣還有租人市場 讓年輕人不再為居住煩惱 下一個問題 也是蔡總統 她在去年競選總統的時候 所提出來的要保障勞工權益 我們目前的基本工資只有兩萬零八元 基層的勞工跟年輕人目前實質所得的薪資水準 根本就沒有辦法負擔起基本的生活 讓很多年輕人他們不敢結婚 不敢生小孩 我希望院長在任內能夠具體的落實蔡總統 她所提出來的要制定最低工資專法 這樣子的政策宣示 那透過制定最低工資專法 讓我們國家的最低工資能夠符合一個勞工 還有她受扶養的親屬 能夠滿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要求 不曉得院長是不是可以承諾 我們會來訂定最低工資法 至於實際內容是不是建議我們在訂法的時候 我們再來討論 好 我可以告訴院長 就是從去年在討論最低工資的時候 包括了現在執政的政府民進黨非常多的委員 都已經提出來 按照我們現在最低生活費的計算 最低工資必須要達到26K才有可能滿足 我剛剛所講的那個目標 讓勞工跟他生活的家屬 能夠在社會上面滿足最低生活的需求 我希望院長未來就最低工資法 除了擬定計算的工資 除了揭示你在執政報告當中所講的 把這個像基準明確列出來以外 也可以滿足讓我們在制定最低工資法制的時候 所要達成的政策目標 院長你如果願意承諾的話 是不是可以再請您按一下 好 我已經按了 好 謝謝院長 院長可以請您把這個拿下來了 事實上我今天在做這個總質詢的時候 本來是希望能夠跟院長用互動的方式 我們兩個具體的人用互動的方式操作 但是因為立法院這邊 在連接網際網路上面有一些安全性的考慮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兩台個別的機器做 但是透過剛剛那樣子 透過剛剛那樣子互動的方式 我要跟院長展現的就是說 在台灣未來整個產業發展的方向上 我們要脫離過去那種代工製造業 低產值的產業 促進產業的升級 以及促進產業的轉型 讓台灣的軟實力 讓台灣的人才能夠藉由他們的創意 跟他們的能力獲得更好的工資 只有這個樣子 我們才能夠讓台灣的年輕人進一步看到未來 那沿著這個脈絡啊 我想要繼續請教院長的具體的問題是 院長您知不知道說 以我們剛剛所在操作的那個虛擬實境 AR VR的產業 目前可以說是在今年 包括了Google 包括了Intel 非常多 世界上面有關於網路科技大廠 他們都鎖定要極力推展的方向 那按照美國他們的專業產業雜誌所評估出來的 接下來會有1500億美元的產值 我想要請教院長 在你們所推動出來的五大創新產業的計畫當中 針對這個部分 也就是不再過度的依賴 硬體的發展 往軟體的方向去邁進 院長 你們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計畫 跟黃委員特別報告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五大創新產業裡面 特別是有一個就是有關這個亞洲矽谷的這個規劃 那麼這個規劃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迎合未來的這些 還有一些自動化還有一些這個Sensor 還有就是一些網路等等把它連結起來 亞洲矽谷什麼時候可以上路 亞洲矽谷其實我們已經在已經有一些初步規劃 那這今天會有一些 國發會會有未來會有一些更具體的東西 這個一些構想 那麼地點我們也從一個 就是我們也不能說它是地點了 它是一個帶狀的一個區塊了 我們希望那個區塊裡面去吸引更多的人才 然後把這些就是 我們現在台灣已經有的這些軟硬體的這個實力 能夠充分發揮 那麼希望能夠在未來呢 能夠就是讓這個產業能夠起來 至於詳細的這個具體的計畫 時間點這點應該還沒有定案 不過如果需要的話可以請陳主委 來做一個更具體的說明 沒有關係喔 現在 新內閣才剛上路 我相信大家對你們有很高的期待 也願意給你們時間 今天是第一次的施政總資訊 我想到下個會期 我們再見面的時候 我希望院長 能夠提出來非常具體的時程 好 我們期待不要一個會期 我們就能夠把亞洲矽谷的一些想法 都能夠做得更具體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進一步要提醒新的執政團隊 我們過去曾經走過的路 犯過的錯誤 就不要再發生了 包括了我們過去 所曾經推動過的兩兆雙星 包括我們過去 所曾經發放的消費券的政策 我相信這兩個具體的政策 從事後的performance 跟很多人的評論 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過去到底犯了什麼樣的錯誤 新的政府提出來了五個大的創新產業 希望往那個方向去邁進 這件事情 我個人以及時代力量是認同的 但是我們希望政府在推動這些施政的時候 不要流於口號 台灣的社會已經聽了太多的口號了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實際的作為 實際的措施 實際的效益 那當然任何的評估 在一開始的時候 跟事後的檢證總是會有一些落差 這個我們也了解 但是我們更關心的事情是 政府在進行每一項施政計畫以前 是不是真的有做好評估 是不是有真的做好計畫 以及從過去的錯誤 學到了什麼樣的經驗 讓未來政府在施政的時候 能夠少走一點冤枉路 代表的就是幫全體的納稅人 多審一些納稅錢 不要辜負國人對新內閣的期待 謝謝黃委員的指教 我想您提到的 我們都會特別注意 公共政策 當然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一定會盡量讓它的執行是有效率的 好我們現在是不是下一個問題可以請勞動部的部長 郭部長上來協助 來請郭部長 是 委員好 剛剛院長所承諾的喔 是 就有關於最低工資法 勞動部現在所採取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是爭辯的態度 就希望在現在年底以前可以提出一個草案 來作為討論的基礎 所以現在各個黨團也紛紛的都提出草案了嘛 那現在勞動部也在演繹最低工資法的草案是嗎 是 什麼時候會提出來 目前的階段是 這個月我們在收集全世界各國他們的一些範例 可以給我們作為參考 然後我們大概就會召開一些專家學者的一些諮詢的會議 然後希望在年底以前能夠提出草案 今年年底 是的 那今年的最低工資調漲的審議討論 會不會啟動這個機制 還沒有制定完成之前 我們還是按照目前的機制就是 會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但是在六月份就會先有一個工作小組的會議 所以立法歸立法 那今年該討論的基本工資審議 還是會繼續討論 我們雙軌進行 同時進行 勞動部對於有關於基本工資 在今年的審議討論 有關於調整的部分 能不能夠符合國際勞工組織 以及非常多世界各國先進的立法力 讓你們今年有關於基本工資的審議討論 能夠符合 能夠符合讓一個勞工跟他受扶養的親屬 在台灣享受到最低基本的生活需求 我們會尊重審議委員會 因為委員是來自於產官 學界都有 先來講到這個問題 我就進一步請教 今年過去的基本工資審議討論 遭受到非常多的詬病 我相信相關的批評 部長都聽過 是的 了解 那今年有關於基本工資的審議討論 能不能夠做到公開透明 我講的公開透明 指的是說最後的數字 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明確的交代 會有一個明確的交代 是的 好 這一張是歐巴馬總統 他在兩年以前 其實他在2014年的 State of Union 像整個國會的演說當中 他提到了去調漲最低基本工資 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那我要提醒部長的是說 目前有很多對於 有關於基本工資調漲 或是最低工資法的討論 非常多資方出來的論述 是說調漲了基本工資以後 反而會傷害勞工增加失業率 但是我們從美國 他們歷次調漲了基本工資以後 跟失業率所造成的影響 非常嚴謹的研究報告 包括刊載在AER第一集的經濟學期刊 你大概問一下經濟學者 大概就知道AER代表什麼意思 所呈現出來的是 有關於調漲基本工資 反而會造成失業率增加 這一個迷思 在美國已經有非常清楚的實證研究 把它打破了 戳破了這個迷思 我希望勞動部能夠改正 過去勞動部所犯下的錯誤 在有關於基本工資的這件事情 跟勞工站在一起好不好 報告委員 正反而兩面的意見 我們都有收集 沒有 我現在只要你給我一個承諾 在這件事情上面 以前的勞動部 有一個綽號叫支動部 你聽過沒有 不會 以後不會有了 以後絕對不會發生了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的總質詢 各位包括院長還有部長 你們所說的話 我都非常的信任 我也都給予尊重 但是我希望你們做好做滿 我們接下來有四年的時間可以檢證 立法部門需要提供的協助 我們一定全力支援 但是我希望行政部門不要讓大家失望 謝謝委員 謝謝 部長請回 我接下來要請院長 請教幾個在施政報告裡面 大概有約略題 但是我沒有清楚 看到整個具體內容規劃的問題 第一個是有關於核電 核廢的處置 第二個是租稅的改革 第三個是黑箱的福茂 第四個是憲政改革 那最後是324的處理 就有關於核能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先請經濟部部長 還有原能會的主委上來協助院長 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是政務次長 省次長 今天經濟部部長 沒有辦法來 部長現在在國外 他在出國 在飛機上 沒有關係 我一個很清楚 非常具體的問題 針對核四 請問目前行政院的態度是什麼 還要繼續封存下去嗎 這個部分來說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以現階段來說 我們是把它做好封存的工作 注意這個後續的部分 我們在等政策有明朗了以後 我們來計劃 好 那既然講到政策的問題 請院長回答 政策是什麼 核四有重啟的準備嗎 目前沒有任何重啟的計畫 目前沒有重啟的計畫 院長你知不知道 我們核四的封存 光封存這件事情 一年花多少錢 我知道 我不知道詳細的金額 但是 三年大概三十幾億的封存費用 三十幾億 對 一年十幾億 一年十幾億嘛 那每年花這十幾億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確定要走向廢紙的道路 每年花這十幾億的意義在哪裡 當初馬政府說封存 是準備重啟嘛 那現在如果新的政府有決心 沒有要重啟的話 一年花這十幾億要做什麼 不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嗎 黃委員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來檢討好不好 我現在要提出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因為部長上一次 他上任以後沒有多久 召開一個記者會 他所散發出來的訊息是說 核四要往廢紙的方向 我指的是經濟部部長 他說要往廢紙的方向走 2025年非核家人的目標一定會達成 但是昨天開了有關於核四的檢討會議 這個核四的檢討會議 經濟部所派出去的代表 竟然告訴台電 好好的做好封存 以因應未來可能的重啟 請問經濟部知不知道 昨天派去的代表是誰 好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紀監 就是過去能源級的 那憑什麼講這樣的話 是不是代表新政府的立場 這個是代表他個人的意見 不代表經濟部的立場 他跑去參加這麼重要的會議 可以講一個事務官 可以講個人的意見嗎 這部分我們昨天也跟他提醒了 他過去擔任的是什麼職務 他過去是能源級的副局長 他過去對核四所抱持的立場是什麼 他過去是核四辦公室的主任 所以封存的計畫 包括當初核四所引發的軒然大波 他都算是裡面最主要的角色對不對 這個部分來說 像昨天的發言不當 我們也跟他提醒 要注意 這樣好不好 沒有我齁 我想這個關鍵問題 還是在您剛剛提到的關鍵 就是我們是核四還需不要再封存 如果不需要封存的話 我們會檢討 就是如果不需要封存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個計畫停止掉 那麼當然如果這 其實在進行中的封存 當然目的是要維持他的這個可運作性 那這個點來看也沒有什麼錯 那我們主要政策只要決定了就好了 我們來檢討這個政策 院長我現在可以告訴你 就是說 我剛剛說過 行政部門現在接了很多爛攤子 接下來要面臨的改革考驗非常的嚴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們需要的協助 我說過 我最起碼可以代表時代力量跟院長保證 我們在國會裡面一定全力協助 但是 但是 你們做出來的承諾 該做的事情 就要一步一步去做 特別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上面的政務官或許都換了 但是你所換的政務官 叫不叫得動下面的事務官 因為政府絕對不可能只靠政務官去推動政務 這是一個很龐大的機器 那因此我希望 各個部會 在推動政策的時候 在推動政策的時候 對於接下來領導的事務官 以及他們 在各個場合當中 到底是陽奉陰違 還是真的朝向改革的方向邁進 這件事情要特別的注意 謝謝黃委員指教 我想這個冰水降轉 我們還是要把我們的政策方向掌握住 同時要能夠貫徹這個政策 第二個部分是核廢的問題 我在這個會期第一次總質詢的時候 我跟前院長提出了三個原則 第一個我希望就有關於核四朝向集中式儲存的方向 中期來邁進 那對於長子的選擇 建立透過獨立公正的組織體 透過一個公開民眾可以參與的程序 在客觀的標準下完成這一項作業 因為這三個事情 這三個要件 是過去馬政府所犯最大的錯誤 院長能不能夠承認 能不能夠承諾 接下來對核廢的處理 也會往這個方向邁進 這一點我跟黃委員報告 我不敢完全跟您承認 主要是因為集中式處理 到底可不可行 我也聽到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是不是這個兩路並行 就是說集中處理我們也去思考 在傳統的那個做法呢 我們也來思考 那麼我們來看一看哪一種可行都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解決 兩岸並行 院長剛剛講的那個方向 我可以接受 但是兩岸同時思考也好 集中式儲存 最後長址的選擇也好 接下來政府在這件事情的決策上 能不能夠做到我剛剛講的三個原則 是 什麼 很好 我是說 尤其是 所謂的 提你要 那一方面 我覺得 非常好 你看 你怎麼了 還有 市 freshmen 看 看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現在我只需要一個答案 就是針對合廢的處置 這三個原則可以說是世界上先聽國家所共循的基本原則 我現在只要一個承諾 有這麼困難嗎 我沒有告訴你說要設在哪裡 我也沒有告訴你一定要怎麼做 但是這個是公共理性 公共討論 公共決策 一個標榜透明公開的政府所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 難道不對嗎 我看到您這三個原則 後面兩個都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我想這個沒有問題 第一個獨立公正組織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 因為它怎麼樣組成這個部分怕有爭議 所以我現在不敢跟你承諾的原因在這 但是我們一定朝這個方向來賣 但是今天最起碼承諾後面再兩項 對對對 這個沒問題 沒有關係 因為質詢的時間有限 我現在要 move on 到下一個議題 請兩位附政事跟主委請回 接下來是有關於稅改的問題 我昨天利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大概也跟新的許部長交換過意見了 你們提出來的很多方向 包括有關於跨境電子商務營業稅 要開始建立有關於渴稅的制度 包括了有關於防止海外避稅 那昨天部長也跟我承諾了 說他們已經從法人的CFC 擴張到連個人的CFC 全部都納入在這個會期當中 要推動修法的範圍 這個我通通都贊成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就是 遺產證與稅 去年蔡總統在競選的時候提出了 要改革遺產證與稅 但是我在你的施政報告裡面沒有看到 那這個競選承諾是不是有變化 目前沒有變化 我們的遺產證與稅會列入討論 主要是原因是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長照的裁員的問題 這個部分也涉及到遺產證與稅 我昨天已經跟部長交換過意見 長照的裁員跟遺產證與稅的改革 沒有必要連結在一起 我為什麼這樣子講 我們現在每年 院長這個數字你應該很熟啊 之前你當過財政部的部長 這個數字你應該很熟 我們每年都是呈現什麼 赤字 遺產證與稅 當初說要用公平來換效率 那這個是我從你們 這個不是我自己捏造的數字 這個是我從財政部的財政資料中心裡面 所抓出來的 每年遺產額跟科稅的數額 你可以看得出來是一路什麼 一路往下滑 公平沒有達到 公平犧牲了 效率也完全沒有達到 我希望就一陣稅的這件事情 牽涉到了公平正義 過去這幾年來 針對一陣稅 一口氣把稅率從50% 調到單一稅率的10% 已經有太多 太多人提出來批評了 包括這一次入閣 主記長朱澤民 朱教授 再幫財政部在今年3月 所完成的遺產及正義稅的改革 也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方案 我希望新政府 能夠履行蔡總統 競選的承諾 跟委員報告 遺產稅雖然也慢慢減少 但是正義稅就慢慢增加 所以整體稅收來看 從50降為10 我知道了 我下一次到委員會的時候 遺產跟正義稅 兩個稅之間的差別 以及它對於世代正義所造成的影響跟意義 我會進一步的 拿更細的資料 出來跟你討論 但是我在施政報告裡面 沒有看到 遺正稅的事情 我非常的擔心 去年說好的公平正義 今年會跳票 我特別提出來提醒 不好意思我要放到下一個問題了 那個部長先請回 福茂 對於把政府所簽好的福茂 請問院長您的立場是什麼 因為福茂目前為止 並沒有在立法院通過 所以我們會等到那個 兩岸監督條例通過之後 看兩岸監督條例有沒有適當的規範 能夠去重新再檢視福茂 好 這個是本院的責任 我們要通過有關於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協議監督的條例 最後的版本是什麼 這個真的是立法院的責任 但是我要問行政院的是 對於馬政府當初對於福茂 在行政部門所提出來的衝擊影響評估報告 部長還有院長 你們滿意嗎 行政部門針對有關於洽簽任何FTA 要提出衝擊影響評估報告 應該是贊成吧 這個沒有問題 對於馬政府所提出來的衝擊影響評估報告 這個所謂所有太陽花運動年輕人 引爲笑談的Z大於B的這個公式 請問新的政府對於那一份衝擊影響評估報告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會重新檢視 就是重新檢視 等到兩岸監督條例通過之後 我們會重新檢視 為什麼要等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通過之後 我的意思是說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通過以後 馬上就要針對福茂進行處理嘛 一旦進行處理福茂的時候 我可以先跟院長報告一件事 我們會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把衝擊影響評估報告交出來 好的 如果沒有交出衝擊影響評估報告的話 請問立法院要如何有意義的進行福茂的審查 好的 我們會在那個事之前 我們會把衝擊影響評估報告重新檢視 而且把我們認為合理的衝擊評估報告提出來 接下來 院長 您在施政報告當中說 我們要努力加入TPP嘛 是的 您知不知道現在美國總統大選 兩位總統候選人 他們對TPP的看法是什麼 我知道他們兩位 鳳姐 對TPP的看法 同行 還有 國外國院長,去跟美國做不來的,或者甚至馬來西亞都不來的,做一些基本的訊息。 在本市的律師跑步,當我們就讓大家進去的時候,我們這個熱門還是有空氣的地方, 做好都沒有,你會好都沒有,這樣會有空氣的。 好,謝謝黃委員的質詢,也謝謝林院長的尋答。 林院長在尋答可以坐著,沒有關係,這個立法院我們一向都非常的… 那麼我們下一位,我們請曾委員民眾質詢,尋答時間為三十分鐘。 阿倫延長 raw Russ até 巴 東 idades 侍